做不到事情 那个什么呢 大家注意一下吧 把一件纠彩 招待轻易游来 就修了美国会务 就把这个人们进去了 贵州山村京县活人坟 老人未死 却被儿女活埋 这究竟是为什么 记者深入走访解开谜团 最后竟然发现 诸葛亮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活死人坟究竟有多残忍啊 这里是贵州省镇宁县蒙正村 在村后的山坡上 可以看到大大小小上万个坑洞 这些坑洞多由石砖垒气 高约一米左右 而深度也能达到两三米 对于这些诡异的坑洞 记者也是带着好奇钻了进去 可村之书的下一句话 可就直接把他吓破了膽 村之书表示 这个上万个大大小小的坑洞 每一个都是活死人坟 他们在很久以前 都是用来埋人的 一听这话 记者顿时被吓得一身冷汗 并且连忙询问活死人坟的来历 据村之书介绍 活人坟是一种非常诡异的坟墓 他里面埋得的并不是死人 而是活人 一听这话 记者顿时打惊 这难道是蓄意谋杀不成 对于记者的惊讽 村之书也是尴尬表示 这只是建国前村子里的习俗 现在已经没有了 而被埋到活人坟的人 也都是老若病残上年纪的老人罢了 原来 活人坟是流传于当地的一种诡异习俗 如果说谁家的老人病入膏肓 或者生活不能自理 他的儿女们就会开始着手 为其准备后事 先是操办酒席宴请全村 随后让大家来到后山上修剪坟墓 然后把还没有死亡的父母埋进去 最后把洞口彻底封死 在此之前 还会在洞中留下一些水和食物 简单来说 就是让洞里的老人自生自灭 可谓十分残忍 看着周围村民们淳朴的面容 记者只感到脊背发凉 他们自己难道就没有老去的一天吗 而且在中国 孝道可是十分被看重的 俗话说得好 百善孝为先 自从周朝开始 以孝治国就成为了统治者 要严格遵守的规则 并且闻五百官 也要以父母为大 最让人耳熟能详的 就是每当有官员的父母去世 都得辞官回家守校三年 这是传统演示规定 如果让人发现有隐瞒者 那么他的下场一定会很惨 而尊老爱幼的习俗 也被我们中国人一直传承下来 但诡异的是 这个贵州的小山村 却反其道而行之 实在是让人不解 为了探究事情的真假 记者找到了贵州大学历史系的田教授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田教授竟然是这件事的亲历者 据田教授回忆 他在年轻时 曾经来到过村中之教 期间遇到了一位老人 在某一天突然病重 但没想到的是 村民不但没有送人去救治 反而直接置办酒席 直接将其埋到了活人坟中 看来 村中确实存在着这种恐怖的习俗 那么 这种习俗又是怎么盛行起来的呢 做不到事情 那个什么呢 大家注意一下吧 把一间纠彩 招待亲友来 就修了美国会母 就把这个人们进去了 贵州山村 京县活人坟墓 老人未死 却被儿女活埋 记者深入走访 解开谜团 最后竟然发现 诸葛亮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于活人坟 记者其实还是十分害怕的 但为了解开谜题 记者还是找到了村支书询问 活死人墓的真正来历 但这次村支书 却直接拒绝了记者的请求 并且再三表示 村里的习俗早在建国后 就不弄了 所以没必要深究 但村民们越是隐瞒 记者就更加好奇 但由于大家都沉默不语 记者只能再次找到田教授 开始翻阅起资料来 但翻着翻着 却看到了日本当地 也有这样的习俗 根据文献记载 在日本的信州 很多村子在战国道昭和时期 就有这样的习俗 每当村里的老人年满70岁 子孙们就会将其带到山上 让其自生自灭 这些老人有的甚至都没有疾病 但习俗就是如此 他们大多都被饿死 或者是冻死 而村里的人还冠冕堂皇地表示 这是在祭拜山上 对此 历史学家则给出了一定的解释 首先 这件事确实是真实存在过的 当然 目的并不是为了 祭拜所谓的山神 而是因为穷 当时的日本生产力低下 每当冬天来了 或者是粮食欠收时 就会出现食物不够吃的情况 为此 只能有一部分人牺牲 才能让村子生存下去 而首要牺牲的人就是老人 至于所谓的祭拜山神 只不过是日本人 为了寻求心理安慰 所编造出来的谎言罢了 那么 贵州的山村里 活人牧难道就是这样来的吗 眼看记者不问明白 是不罢休的样子 村之书也是长叹一口气 带着记者来到了后山的一处神坎前 里面有一个奇怪的雕像 就在记者以为 这是他们祭拜的山神石 村民却表示 这是村子的祖先孟霍 对 你没有听错 就是三国演义中 被诸葛亮设计七起的孟霍 而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也缓缓没揭开 原来 在公元225年 孟霍在投降后 南蛮苗族曾经和中原 有过一段时间的和平 但随着诸葛亮和孟霍相继死去 新的不足首领 起了造反的心思 但却被蜀国军队直接镇压 为了同化这批苗族 刘善下令他们迁往中原 但对于祖离老若并残 这长达上千里的路途 无异于要他们的命 为此 他们就想到了活人门的办法 将老若并残藏进去 等蜀国军队走后 再出来生活 而这也是这座村子的起源 至此 这个活人门的习俗 就被流传下来 好在自从新中国成立后 人们的思想就逐渐开化 这才让这个苦苦的习俗被遗弃 不然的话 还不知道有多少老人要被迫害 实在是让人唏嘘